Yo! What is up, guys? 大家好,這一集我要來介紹一下我的近戰二代 終於過了半年,買這台車買回來半年 終於來拍這支影片了 我目前騎這台車算是滿滿意的 因為從買回來到現在,我一開始買一萬五千元 到後面我花了不少錢在整理這台車 你在拍什麼?我有肖像犬耶 基本上目前除了引擎之外,大概都已經整理好了 所以廢話不多說,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台車吧 好,一樣先從我改車理念開始講 我自己算是沒有在騎快的人 但是我還算是蠻注重安全性的 像是煞車跟輪胎的升級 我都有做算是還不錯的改裝 但是第一點我必須提到,就是近戰的通病 幹 近戰原廠的坐姿,我覺得都還不錯 可是他的椅子 從一到五代 那真的是一場災難 所以呢,我改了削平的坐墊 因為原廠的二代,我覺得很爛的地方 就是他後面會一直頂到我的腰椎 然後原廠的坐墊,滑到靠北 我每次煞車的時候都會一直往前滑 一直往前滑 所以我就去坐墊行 Shopping的坐墊 解決那個凸起一直撞到我腰椎的問題 然後包了幾皮的材質 類幾皮的材質 所以 我煞車的時候不會一直往前滑 我覺得 二代戰 在我騎那麼多速克達力 來說 他算是騎之非常非常的自然 我騎很多新車啊 感覺 配備好了 可是他們騎起來的那個姿勢 沒有讓我滿意的感覺 那接下來呢 我會從下講到上 然後再講到最後最後再講到外觀的部分 那我覺得對於機車來說啊 輪胎跟避震 算是整台車的靈魂 所以輪胎原本是用很爛的埋賽胎 那個真的是 正常代步時速50都滑到靠北的 所以我換這個優耐力的 TH558 Pro Max 它是全熱熔的熱熔胎 抓地蠻好的 下雨天表現也還算OK 反正它 升溫的表現我覺得算是蠻快的 所以不管是通勤或是 小跑一下山路 我覺得都很夠用 然後這個是前車主裝的 DY的前叉 這應該有個十年了 所以我剛買回來的時候 它就漏油了 直接爆掉了 這我後來又花了 我忘記了可能2000塊吧 去把它做一個修復這樣 那後避震呢 我用的是野蠻公牛 最低階的那一款 我其實有點後悔啦 應該要上跑一點的避震 但是 其實它價格就那樣 我記得我買2800還多少 非常非常便宜 然後它確實比原廠好一些 它有 我記得 24段可調吧 我覺得至少在正常騎行來說 支撐性都還算夠用 可是你如果真的有在呸掐的 我覺得是完全不夠 還是要上好一點的避震 然後這個 這輪框啊 我基本上 騎出去 十次會有個六七次 朋友看到都會傻眼 哇靠 你前後斷框喔 啊沒有啦 這是我在社團跟人家收 二手2000塊 哈哈哈哈 但是它看起來真的蠻像斷框 是算真的蠻好看的 但是我之後也有考慮上真正的斷框 因為 怎麼講 它 重量還是 不夠輕 我覺得斷框騎起來真的差很多 然後接下來講到 一樣非常非常關鍵的部分 我個人認為啊 改車 我們年輕人很常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整天想著動力動力動力 但是他們卻忘記了抓地力跟自動力 我覺得這兩點是比動力還要重要非常非常多的 你先有足夠的抓地力跟自動力 你覺得不夠的再升級動力 我覺得這樣才是比較正確的一個順序 那時候剛買回來的時候 原本是配一顆基本對勢 還有加大碟盤 我就覺得 呃 勉強夠用啊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改個總共去提升一下手感 那老闆跟我說 你這樣子挖車殼不划算 因為速克達你這樣挖車殼 其實工錢 我 他會覺得我滑不來 所以他說你如果上面不想碰的話 那就動下面 你卡鉗變大顆了 上面手感也會變軟一些 會比較線性 那剛好店裡有一顆杜卡迪拆下來的卡鉗 裝上去 哇 這輻射卡鉗 配上加大碟盤 在 在這個近戰上面我覺得有點太猛了 那這個加大碟算是 比較一般的浮動碟 我也忘記是哪一個品牌的 這個這個卡鉗是真的 煞車力道很猛 但是 我認為算蠻線性的 很好控制力道 可是當然你如果四隻手指幹下去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前空翻 兩隻手指用力的話 就已經會翹後輪了 所以煞車力道夠用了 手感也變好了 我就沒有再改總動了 我捏一捏就覺得 好像 對換個拉桿就好 因為原廠的細細長長的又一直晃 我覺得 那個手感捏起來其實不是很OK 我找了很多拉桿 後來蠻多近戰的時候有推薦的是 這個超速的拉桿 我必須說 它雖然沒有可調 也沒有什麼什麼手煞車功能 它完全就是跟原廠一樣 就是一組拉桿 但是 它手感非常非常棒 然後 油門做 那時候YAMAHA雙油門線的 通病出來了 就是YAMAHA特別喜歡做雙油門線 可是它雙油門線又特別爛 基本上騎久了之後 YAMAHA的車 油門線都會卡死 然後它那時候就是 這樣子回油的時候 不太會回油了 所以我就想說 裝這個快速油門 因為我騎這台車125的 基本上 還沒有改動力 只有改傳動 所以我都是 HOLD到底在騎的 那 一直吹到底在騎 我覺得有點累 那改了快速油門做之後 它現在吹到底也是四分之一圈而已 所以相對來說會輕鬆一些 那再來是大燈的部分 我也改成魚眼燈泡了 因為 原廠的乳素燈泡 我說真的 晚上是一點屁用都沒有 那加上原廠的燈泡 原本都是很黃很黃的 所以看起來 非常非常有年代感 但是現在變成白光之後 欸 看起來 現代了許多 那我自己也是覺得 晚上這樣子騎車比較安靜一點 然後 基本上 我全車的外殼都已經換新了 因為 那時候收回來的時候 外殼就是蠻破舊的 那這台車的外殼呢 基本上全車都已經換全新的原廠殼了 但是我就覺得說 少了一點味道 所以我也有加了一些碳纖維件 包括像前面的小盾 還有 後面的扶手 我真的覺得那個扶手CP值蠻高的 因為那麼大一根扶手 因為價格才2000多塊而已 我覺得碳纖維這種東西就是 畫龍點睛 不要全車都是碳纖維 我覺得 除非你是 Kawasaki H2R 要不然 全車碳纖維好像 在這種小蘇克達上 反而沒有那麼好看 感覺有點太多了 那講到碳纖維件啊 我真心建議 一定要裝淺土竹 不然泥水會一直打上來 我目前拆掉是因為之前原廠的裂開了 我那時候原本要訂一個 碳纖維的前土竹 但是我一直忘記訂 然後全車的外殼換新之後 我就覺得 呃 搭配前車組裝的橘色燈殼 好像有點 好像爆廢場撿來的拼裝車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在想要買透明的還是 是熏黑的 那我後來是選半熏黑的 因為我上一台二代 它是裝全黑的燈殼 哇那白天的時候真的是 感覺辨識度有點太低啦 接下來講到內裝的部分 內裝喔 也是全車都換新的啦 這鑰匙鎖頭我覺得 蠻有特色的 那個是我上老闆送的過 一開始我覺得蠻排的 但是看久之後其實覺得 欸蠻好看的 我覺得彩胎色還是要做小點綴會比較好看 太多了就真的 嗯 蠻台的 然後鑰匙圈的部分還搭配一塊 SBS煞車皮的造型 我覺得真的 真的 很可愛啦 好接下來往上看 看到後照鏡 我原本是裝Magazee的長版後照鏡 但看久了覺得 有點太長了 比例 我覺得不是很美 所以換成這副CNC的銀色後照鏡 以我的個性來說應該是要買黑色的才對 但是我後來選銀色是覺得比較有特色 很有那種 日本改車風格的造型 而且我覺得長得很像米老鼠 那內裝其餘的部分 就沒有動太多東西啦 頂多就是 這裝的行車記錄器 比較有保障 還有 一個USB的車充 好我們移動到車尾的部分 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自規的短排架 這東西呢 三代之後的進戰都很好買 可是二代完全是靠緣分 根本買不太到 我當初也是找了一個多月才跟一個車友收到二手 日規短排架完美解決二代屁股肥大的問題 露出後輪跟避震器之後整個視覺衝擊感 我覺得蠻強的 如果再加上畫屏和避震器 哇靠 那是真的燒啊 而且這個角度我覺得算蠻剛好的 不會影響變質度 角度也不會太誇張 整體來說我覺得比例比原廠好看太多太多 OK 基本上全車的部分差不多都講完了 我大致上該整理的東西都整理完了 從裡面到外面的耗材 反正你能想到的東西 基本上都全車拆光整理好了 我還記得那時候拆光整台車的時候 老闆看著我的車說 哇靠 笑臉 你真的是撿到飽了 全車圓殼圓漆 引擎漂亮 沒有司機油 車架完整 那就是外觀有點破而已啦 他還跟我說 笑臉 你買一萬五喔 我跟你講 我出一萬五 現在馬上跟你買來騎 我都願意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還是必須說啦 就是玩這種有年紀的車 那個 呃 我算一算這樣子 買車一萬五 然後再加上後續的花費 應該有個 六萬多以上 然後 有時候看到路上的新車 難免 真的難免心慰癢癢的 覺得說哇幹 我當初 這個預算 很早就可以買二手DRG 或是二手Jet 他好像都蠻爽的 那我騎這個車 欸 煞小都沒有 然後 油耗比我R3還要兇 哇靠 但說真的就是買一個情懷的 我之前就是 把我第一台近三二代賣掉 後來過了快一年 我就覺得說 有點想念那台車 我才買回來好好玩 而且加上二代站的車友 我覺得在台灣 欸 目前玩這台車的人來說 真的很少很少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人 不是買最經典的一代站 要不然就是 三代四代站 比較好改 二代站真的很少人在玩 所以我們車友之前 也是蠻珍惜彼此的啊 基本上 我們去按讚 其他二代站的車友貼文 欸 馬上就互相追蹤了 而且都很聊而來 以上就是這一集 拖了半年的 整理與改裝分享 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拖了那麼久 來拍這支影片 而且這支影片 是我第一次 用我新買的單眼 Canon R7 拍的影片 畫質應該是不錯的吧 加上這個 大光圈的鏡頭 我覺得應該效果還不錯吧 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然後一樣 喜歡的話 別忘記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Chris 我們下一次見 拜拜